那么就是在大卫营峰会前 这个王毅在7月23号 曾经向日本外相林芳正提议 说早日的来重启中日韩三国 各层级的高层峰会 不过后来没有成形 没有成局 所以这个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执行长 赖一中他就这样的分析 他说这是王毅呢 本来打算在美日韩大卫营峰会前 希望先透过举行中日韩三方的对话 来牵制美日韩的这一场大卫营的峰会 但最后是功亏一篑 晚了一步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两个会议性质 不是说谁早谁晚或谁先谁卖 但没有这个问题 两个性质不一样 第一个大卫营峰会的美日韩 主要是一个拜登的一个外交秀 他借这个机会来秀 他把日本跟韩国的领袖摆在一起 在美国他总统的度假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做法 因为韩国跟日本关心的时候搞不在一起 那么拜登为什么这样做呢 是因为有建议这几个月来 中国在中东 后来在非洲 它的外交的举措 非常积极 非常有效 美国要抢一些 还有外交的一个秀的舞台 把日本跟韩国东北亚的事情摆在美国 所以这是一个拜登的个人的外交秀 也是美国的外交秀 没有牵到任何的substance 没有什么实质问题 这是一个高层的 就是一个秀 对 就是一个秀 三个人都把两个拉一块 可是后面这个美国跟日本 韩国这三个所谓外交部的次党级的官员的会晤 这牵到实质问题的后续的三边关系的进行 这两个性质不一样 那个三个老板秀只是一个意识形态 just for a show purpose 后面美日韩是for a substance的purpose 这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我必须要呼吁了 我觉得未来的在可见的未来 我们会持续看到这亚太地区 我们刚刚提到的菲律宾 还有今天日本跟韩国 甚至印度 越南 会持续在美国跟中国两强之间的互相的左右逢源 今天还许跟美国很好 好大人设计 它现在亲美了 比如跟他拉拢关系 又跟中国好了 它try to confuse the world 感觉拔河 对 把世界决定向往那边 所以我们会持续看这种戏码继续的上演 我们不会把它当真 你说它亲美吗 也对 亲中吗 也对 两边它左右左右风影 这是未来一定的戏码持续演 再者我们不要忽略 过去历史的阴间不远 过去日本它的外交政策的传统上 是跟着美国走的 今天美国跟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和解 不是Romando这两天在中国吗 还之前那个夜人等等 美国开始要慢慢制造一个冷和解的一个做法 那么日本一定要观察这个趋势走 过去日本跟中国建交也是跟着美国先走 好了 最近一个日本驻台代表处的一个高阶官员 他叫我吃午饭 他就主动讲 他说他们跟中国关系要希望能够继续 目的是要把岸田首相跟习近平见面 和今年本来预定的国事访问的暂时延后 目标是在今年的11月可能APAC高峰会议 让岸田跟习近平见面 国事访问可能临到明年 所以日本还是抱着跟中国家境关系的一个刺头 是 我们下期访问的 好